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用 现在看数甲这道题 这是一个三次多项式的一个图形 其中呢 这个点是它的反曲点 其实反曲点就是三次多项式的对称中心 所以有了反曲点 我们这多项式呢 其实就可以把它改写成这个F5 然后再加上呢 这边A倍的X-5的这一次 再加上V倍的X-5的这个三次 当然呢 现在这个最后是往上 所以呢 这个V呢 其实是大于0 好 那微分之后呢 这一项就不见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 因此这里就变成 OK 好 因此呢 好 那这里 这里微碗是 这里微碗是1 所以呢 微碗就变成A加上3V的X-5的平方 好 那这里呢 V大于0 好 那A 那A在图形上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点的切线斜率 好 那这个点的切线呢 也是正的 所以A也是大于0 因此这里要符合选 所以从这两个 从这两个关系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符合的就只有这个选项V 对 关键就是要辨识出来 三次多项式的反曲点 就是它的对称中心 有了对称中心 我们就可以把这多项式重新改写 变成只留下三次项跟一次项的形式 我们就应该把这些项式重新改写 我们就在这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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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